安索夫举证,火爆的营销分析工具,几乎人人都知道,策略管理之父伊格尔·安索夫,1957年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在著名的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讨论多用化经营战略的论文,提出了产品市场匹配的概念,认为企业经营战略实质是四种因素, 即现有产品、未来产品、现有市场和未来市场的合理组合,据此,安索夫区别出四种产品或市场组合和相对应的营销策略,就是市场渗透战略,即现有的产品和现有的市场的组合,以现有的产品面对现有的顾客,与其产品的市场组合为发展焦点,力求增大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采取市场渗透的策略。 藉由促销或是提升服务品质等方式来说服消费者改用不同的品牌的产品,或是说服消费者改变使用习惯,增加购买量等产品开发战略,即现有市场与未来市场的组合,推出新产品给现有的顾客,采取产品营生的策略。 利用现有的客户关系来建立实力,通常是以扩大现有的产品的深知度和广度,推出新一代或是相关的产品给现有的顾客,提高该厂商在市场中的占有率。 市场开发战略,即现有产品与未来市场的组合,提供现有产品开拓新市场,企业必须在不同的市场上找到具有相同产品需求的使用者顾客。 其中往往,产品定位和销售方法会有所调整,但产品本身的核心技术则不必改变。 多元化战略,即未来产品与未来市场的组合,提供新产品给新市场,此处由于企业的既有专业知识能力可能派不上用场,因此是最冒险的多元化策略。 其中成功的企业多半能在销售、通路或产品技术等核心知识上取得某种忠效。 否则多元化的失败几率很高,安索夫后来对矩阵做了一个修改,增加了地理区域上的复杂性。 这四种战略是日后著名的安索夫矩阵的雏形,成为安索夫战略理论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 著名的安索夫矩阵也被常常称为产品或市场矩阵。 产品市场扩张方格,成长矢量矩阵,成长动力要素矩阵。 安索夫矩阵是应用最广泛的营销分析工具之一。 其主要的逻辑是,企业可以选择四种不同的成长性策略来达成增加收入的目标。 余里面热见顾不会听到战性策略的那些赤崩 tills投资性策略来说说明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